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慧 是一款适用于iPhone、iPad和Mac的个人智慧系统 它与其他一般的人工智慧、AI、有几个重要区别 1.隐私保障 苹果的AI功能都是在终端设备上运行 避免了将用户资料传送到云端保护用户的隐私 这种技术称为Private Cloud Compute 私有云运算 2.生成式模型 Apple Intelligence使用生成式模型 结合强大的语言理解和图像生成功能 它可以辨识重要的通知 并生成文字回答问题摘要和协助写作 此外它还具有有趣的图像生成功能 让你以全新方式沟通和表现自己 3.跨平台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可以在iPhone、Mac、iPad等多种设备上使用 并且可以在第三方应用程式中运用 让用户在不同的平台上享受相同的AI功能 4.个人化 Apple Intelligence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情境 提供更加个人化的服务 例如优先显示重要的通知 协助校对和风格修改等 5.合作 苹果与OpenAI合作 将ChatGPT Slow整合到新版Siri中 提供更加智能的对话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和其他AI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更加了解你也更加尊重你的隐私 它不会把你的个人资料分享给其他人 也不会用你的资料做任何坏事 总而言之 Apple Intelligence就像是一个好朋友 它会一直陪伴着你帮助你成长